老師,為什麼你拉的很好聽,我拉的都不好聽?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林老師的無腦練琴式知曉課堂 好,這個是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為什麼你都會覺得你的老師拉的很好聽啊 那可是你就拉的不是這麼的好聽 有幾個觀念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你的右手是好聽的關鍵 第二個是我會建議大家你的功不要調太緊 好,那我是台灣藝術大學畢業的,然後主修二胡 所以我想要用專業的知識跟大家分享 然後讓大家可以輕鬆的拉琴 好,然後呢也不會讓你浪費時間 這個才是重點 一個技術的養成是需要不斷的時間的累積練習 然後還有機械式的訓練 練習很重要,但是我要怎麼樣有效的練習 然後呢才不會浪費時間呢 所以我們就會說那我要練些什麼 那答案就是練習曲啊 練習曲要練什麼? 那答案就是練基本的練習曲啊 聽起來很像廢話 可是我講的練習曲呢 就是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練五聲音階的練習 從五聲音階裡面去做各種各樣的衍生 當然很多人會問說那為什麼不要練長弓? 長弓練習當然可以 可是因為對於成人在學琴裡面 長弓會有一點枯燥乏味 所以呢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可以用練習曲 我們就是折衷的辦法 然後用練習曲來練習 當然如果你要練長弓是最好啦 我也不反對 好,那對於一個音樂科班來講 音準跟節奏對我們來說 就是一個必備的基本能力 但是如果對於成人在學習上面呢 音準跟節奏來講 會相對學習比較困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想 我們要怎麼樣去練習音準 還有節奏 我們在學習的時候都要說 你那個拍子會要去算啊 怎麼樣算啊 其實拍子就是一個數學的問題 那但是成人在學琴的過程中 拍子往往會變成一些阻礙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怎麼去學它 其實我覺得是用模仿的方式更快 就是呢 你可以不斷有一個模仿對象 他拉對的拉一句 你拉錯的拉一句 那包括音準也是 每次上課就 一個禮拜可能就一個小時嘛 那你就在那一個小時可以聽老師拉 所以呢 我們就可能要自己去開節拍器 那節拍器呢 我要在那邊 譬如說我要找一個音 我要在那邊對節拍器 對對對半天這樣 對半天我可能還是 對完了那個音準 之後呢 我再回來再練習 它其實這個過程中 花掉你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剛剛講完了音準跟節拍的一些觀念之後 第三個重要的其實就是旋律 旋律的進行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它好聽與否的關鍵 這個東西有層次 第一個就是你音準跟節拍都不準了 你要再拉旋律的話 那可能就真的會更不準 聽起來會更難聽 第二種人呢 稍微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音準跟節拍都拉準了 可是你拉旋律就是不好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才會進行到下一步 就是我的右手弓的控制跟運用 這個東西呢 是比較算進階的東西 就是你的弓速的控制 弓壓的控制 還有我們譬如說柔選的一些應用 那這個東西呢 我會等到下一集 再跟大家做一個探討 分享 這樣子 當我們音準跟節奏都OK的時候 我們到底練習的重點 應該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 就是呢 要聽你的弓拉的是否平均 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我會建議 你要從基本的練習開始練 因為基本的練習通常都是一拍 或者是半拍 他的弓速都是穩定的 譬如說 他都是一拍一拍一拍在做進行 所以你先顧好你的音準跟節奏之後 我們就要來顧這個你的弓速第一個 你的弓速是否平均 有些會這樣 這樣都不是一個好的現象 在拉旋律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你的弓速是很平穩的拉出來 第二個是你的弓壓是否平均 弓壓就是我右手的壓力 我在拉 這個會出雜音就是壓力過大 然後再來 好 這個會出了一點點小小的鬚鬚的聲音 就是你壓力過小 所以我們在拉的時候 我們的壓力 我們的壓力是要非常穩定的輸出的 包括你的速度跟你的壓力 第三個要注意的呢 就是你的弓有沒有讓它斷掉 換弓的時候 這樣就沒斷掉 這樣就是斷掉 那斷掉其實有時候並不是說 你的手的運作方式有問題 有可能是我剛前面講的那兩個 第一個是你可能弓速不對 它就斷掉 像是這樣 你太快把音拉完 它就會斷掉 第二個是你的壓力不對 你到弓的尾段的時候 你的壓力沒有把它撐住 它就也會斷掉 所以呢 我一再強調就是 你可以從基本練習裡面 去練這些進階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弓的運用 弓的使用 那練琴其實是累積來的 那只有不斷的練習 然後注意 然後練習 然後再注意這樣子 那你就會有收穫跟成果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每天花個 十到十五分鐘 然後練習基本的曲子 練完之後呢 你再練你喜歡的 呃 流行歌也好啊 或喜歡的東西也可以 那我們就要做好這個 時間的小小的分配 譬如說你一天只要練行三十分鐘 那你把十分鐘拿來練練習群 它會對你的幫助非常大 好 那我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那之後我也會推出一些 呃 我的學生啊 或是情友啊 常常遇到的一些困難 或是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呢 林老師的無腦練琴事上線了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呢 我要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從最一開始的教學 教學教你怎麼拉 然後它又有苦面 最後呢 還有一些音樂可以讓你配伴奏 所以一整套的 你可以從練琴到登台上台都好 你就可以從一系列的這樣玩下來 我們的課程會有幾個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節拍 節拍用模仿的最快 所以你只要在練習過程中跟我一起拉 你就會知道說你的節拍到底有沒有出錯 拉一直拉拉久了之後 你的腦中有這個節拍了之後 你再去看那個譜 你就會發現 哦 原來這個節拍就是長這樣子 這個就是我講的 用模仿的方法去練習 第二個是你音準的問題 你如果要一直對節拍器 其實你會覺得很煩 你會對到覺得啊這個到底就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用我的影片來聽音準 你只要稍微有不準你一聽 你就知道啊我這個音不準 你就可以馬上做修正做調整 這樣其實是最快的 它其實是讓你在跟老師上完課之後回家 還是有老師陪著你一起練琴 這個東西呢 進步會是在你的無形當中 你可能一開始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之後呢 你過了一段時間你會發現 你的音準跟節拍其實會穩定非常多 然後呢 再來你如果行有餘力 把音準跟節拍都對好之後 你可以再看我的功段的使用 或是我的功術的使用 用聽的 聽一下啊 原來他這個地方會稍微加快一點 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你就可以去做你的功能調配 這樣又是到更進階的一個方式 去做練習 好啦 那重點就是呢 如果你的練習當中 有人陪伴著你練習 給你正確的節拍跟音準 花一少的時間 你其實就會有很大的進步 那這個進步會在你無形當中進步 你並不會感覺說 啊 我馬上就跳了一階或什麼 等到你有一天回過頭來 你就發現 欸 原來我進步這麼多 好啦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或者是你也可以私訊我的 Facebook啊 或是你有我的Line啊 都可以私訊我 問我一些問題 我會把它整理起來 然後錄製成影片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大家 掰掰